各位好 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三线往事 在前面几集节目当中 我们看到了三线建设 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 从无到有 从初见到兴旺 从荒郊野岭 到工厂林立的全过程 但事实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它都是以相对隐秘 和独特的方式存在的 它们就像是 一个个独立的王国 在群山环抱当中 享受着特殊的待遇 也做出特殊的贡献 可以说在那个年代 它们真的是 很特殊的一群人 然而当时代的年轮 转向1978年这个年份 三线人也不得不迎来了 它们即将面对的一个结局 对数百万的三线人来讲 从那一年开始 一条衰落 破败 绵延的下坡路 也就此展开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 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 但1978年后的春国 却是最不可能被复制的 从这一年开始 市井变迁的幅度直大 让人恍若隔世 当禁锁的铁闸打开时 自由的水流就会渗进生活之中 常年处于重山峻岭中的三线人 绑组一夜之间 他们突然发现 自己曾无比自豪的优越感 消失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特别向往城市的生活 就觉得老在那个厂里 待了那么多年了嘛 就有一种渴望 那时候搬迁的时候 特别的兴奋 也特别的想厂里 能够尽快的搬到那里去 胡亚琴是来自上海的第二代三线人 他在十岁时被妈妈带到四川 投奔正在这里参加三线建设的父亲 从此一家人便在这里安居乐业下来 正是在三线场里 他度过了自己快乐的童年和少年时光 直到1980年 高中毕业后的他 在一次随同家人回上海探亲的过程中 突然意识到 从前的快乐不再那么吸引他了 他想要离开 所以那次呢 在上海待了有两个月的时间 就哥哥带着我一块 然后那个时候 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上海跟四川的差别 还是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当时上海的那种 经济80年嘛 经济发展跟四川这一块 当时而且我们在单位里 还没有在成都 所以有一种感觉就是说 哎呀我都有点想会上海了 就将来就不暇 就是在成都待着 就当时有这么一种念头 从70年代开始 曾经一度觉得迫在眉睫的战争阴云突然消失了 特别是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我国的方针政策 明显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 为了战争而准备的三线建设 慢慢失去了他原本的作用 庞大的三线队伍也慢慢的收缩 回迁城市 胡亚琴去上海的时间正是这个时期 想回到城市的人并不只有胡亚琴一个 在1980年左右 散步各地的三线人开始人心思动 并迅速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因为后来经济体制改革 石山里边的工厂普遍生存 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造成了很大的生存危机 我们当时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说拼命要奔出来 感觉到这里面就是死路一条 所以我们奔出来拼命搞三线 搞这个新度 想起来靠近 因为当时很多职工 原海来的 从感情上可以原谅 都想回去 当时叫一江春水向东流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几年时间里 生机勃勃的新生活 对全体中国人来说 都是让人无法抗拒的诱惑 它吸引人们不顾一切的投入其中 任何一个小小的石头都会在三线人心中掀起狂飙 有的人义无反顾地走了 有的人迫于无奈地留下 而对于胡亚晴一家来说 是留还是走 这个问题非常纠结 因为我们上海的那个房子 是我母亲和我爸爸自己用砖 一砖 当时那个房子是我们自己造的 因为你不可能当时会请人 就是他请一些小工 我妈妈每天下班以后就是用那个 我当时印象很深 就是这么大一块的那种砖 他们把那个水泥浇上去以后 拿脚台水就是把它晒干 然后我们是自己造的房子 然后我们来的时候 妈妈把房子都卖掉了 所以我们在上海现在是 当时把房卖 现在回去是没有房的 回城 城市里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家 留下 山区的闭塞和路后 看不到希望的生活 的确已经受够了 何去何从 他们开始不断地问自己 哥哥已经在这边接 妈妈来的时候把房子也卖了 我们回去以后 除非我可以嫁一个人 有房子 但我父母的这种思想 是不想靠在别人家里去这样过 更何况他觉得我们在四川过得很开心 然后这块土地特别是我爸爸 他觉得就是我 我这么就是战斗的一生 就在这块土地上 我觉得这里非常的好 这里山清水绿 水绣 为什么我们要回到上海呢 上海又比较嘈杂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因素 他觉得回到上海 跟上海跟这边比 让我父亲的比较 就是四川河 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时 上海经济发展的速度 以及它未来可能达到的高度 均令人无比羡慕 然而胡亚琴的父亲仍旧做出了四川好的决定 这个1966年便来到这里的老人 将自己的家庭也带到了这里 他甚至决定在生命结束的时候 也要埋葬在这里 那我们选目的的时候 我们把他的现在 可以看到他的目的 他位置是对的紧张长 他说我要看着他 他就是我 就是今生 唯一事业就是最 就是因为他当时事业 他认为就是 他会认为是 的 他会认为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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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埋在包顶山 方向的触动呢 我们的包顶矿局的方面 触动攀岗 他死后看这个攀岗 出港出铁 和攀岩出煤 所以这个非常感人 当时确实对整个煤炭系统工人的精神的鼓舞非常大 我爸爸喜欢热闹的人 我不想回去 我虽然回去可能那是一块我的土地 他认为这块土地和那块土地的一个差别是 这是他的一个情节 他的一个根 他认为他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年扎根大山大量的心血付出 这使得第一代三线人对三线工厂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感 所以在1980年前后 当中国的形势发生巨变的时候 三线人也在思考各自的前途 其中很多人就像是胡雅琴一样 他们选择了因为眷恋而留下来 而另一部分人则有完全相反的态度 当初为了国家建设而投身三线 如今任务完成了 使命不在了 也是时候回到城里过自己的生活了 对于那些离开的 他们的故事和心情又是怎样 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 工人在当地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就是好像地位啊什么啊 一个月能够领到五六十块钱的工资呢 那两口子两个人如果双职工的话 就一百多块钱的那个工资 哇那个那个那个很好 那个时候日子他们说 现在他们上一代的回想起来 也都是日子很好过的 觉得就是不用什么地方花钱嘛 就是到那赶集的时候 到外面到那农民的地方 赶集的站在那里去买鸡啊 买鱼啊 那农民觉得你们工人都是 太有钱了 有时候我也跟着我父母去买菜 推个自行车到那块 跟那个农民讲价 工人都声音很大的 你这个 王小帅是第二代三线人 他的父母在一九六六年 从上海到贵州支援三线建设 在王小帅十四岁之前 他所有的生活都在那家三线厂里完成 但是越晚后 他便发觉三线人的生活 在悄悄的发生着改变 后来到七十年代过 八十年代初 八五年再开始就落下来了 就改个开放 大家往外跑 那段生活落下来之后 农民开始好了 就是有段时间农民开始 就是自己留地啊 开始可以可以 慢慢农民富起来 工人的这个效益不好的话 他们下来了 再去 你看再还是感激买东西的时候 那农民就 工人就变成 变了下次 农民就是说 你要看 一会看工人来了 哎呀你们可怜可怜 发不出工资来 好几个也没发工资 行吧 来 你要来半斤 饶你一点什么什么东西 送你点 哎呀那么多年了 你们也挺辛苦的 就变了地位了 后来成为一名电影导演的王小帅 从买菜这个细节上 感受到了时代的变迁 人情的冷暖 但当时还只有十几岁的他 意识不到更多的东西 离开还是留下 在当时还是属于他父辈们 左思右想的问题 当时我们来了以后啊 觉得这个生活啊 在这个地方毕竟还是很必赛 我们知道自己呢 可能恐怕一辈子也就在这里了 但是呢总觉得自己的孩子啊 不能够就在这里度过一生 觉得外边的世界啊 这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啊 那表现出这个很不同的一种变化 那么就想方设法 就让自己的孩子 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 那么怎么办 当时有一条路 那就是高考 能够考回 考回家乡 考到上海大学 那么作为我们这些家长 对子女寄托了一种期望 得把自己晚年的命运啊 就寄托在他们身上 当时为什么要搬 第一是那个地方生活条件 艰苦 第二 企业发展 为后印 当时一开始是改革开放 那个地方不开放 崴过来就去不了 所以我要搞技术改造 还得以别的厂的名义来搞 所以 老一辈的 生老病死在这个地方 一辈子也就算了 但是年轻的人 将来怎么办 所以 那个时候我们班子 就一门心思想办法 把整个 八个三厂 从光源搬出来 为了搬这个厂 我和我们的班子 到部里面 到管方三线办 到生里面 跑了很多次 希望能够把这个 八个三厂 搬起来 列到国家计划里面去 但是当时 就没有办法列进去 1980年左右 正是三线人回城的高峰期 工厂的大人们 都在千方百计 寻找途径回到城市 但是 对于像王小帅这样的 第二代三线人来说 回城与否 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 对于他们来讲 所谓的家乡 实际上 只是一座 陌生的城市 你爸也是为你们好 他唯一的希望 就是你能考上大学 趁小弟还小 学一个本领 将来体体面面地 离开这个地方 我哪儿也不去 你不懂 这里不是我们的家 外婆根本不喜欢我们 不希望我们回上海去 外婆怎么不喜欢你们了 你们到上海看他 外婆不是还买 很多新衣服给你们 外婆啊 是生我和你爸的气 当初我们到这儿来 他反对 我们不听 还骂他是老孤狗 人年轻的时候 总觉得长辈是错的 等长大了 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了 我不想知道这些 我也不想知道 好了 对孩子来说呢 就是抉择也很困难 那么 我们那波人里 真的有大部分都 就绩效了 因为那段时间长了 封闭时间长了 会有一点点自卑心灵 我们从小是很自信的心灵 我们上海人 所有人都是上海人 大城市的人 农村是农 边上是农村 时间九二九十 九二九十 然后慢慢的 他孩子长大了 接受这个信息 你到亲家觉得自己 很陌生 慢慢的 他就会有一种 自己是落后的 那么他也不知道 该怎么表达 也不能怪父母 但是慢慢的 他其实会产生一种 那个自卑的心理 那包括考学 我能不能考上 说北大清华 不要想了 就能不能考上个大学 就我用功 有没有用 就所有的都在开始矛盾 那么有些就算了 放弃 那我就考绩效 绩效容易一点 我就考了以后 我就走这条路 大部分就选择这个 有很多现在的 我的同学就留在那里 就是绩效的状态 那么有的呢 就考出 考到外地 那还有的 比如考到当地的一些 一些学校 就贵阳市的一些什么 我叫不出的一些名字 大学 那么就会可能会 一毕业之后 就融到了贵阳市里面 就成了就离开工厂了 就真的融到了贵阳市里面 在那边娶个妻子 或者结个婚 在那个 在当地的一些 比如法院 或当地的一些行事部门 在那工作 就我们这一代人 就经常就去 这样融到 融到这个当地去了 无论情愿与否 王小帅一家人 终归还是走了 那是1980年的某一天 当时还只有14岁的 王小帅 当然不会明白 这次离开 对家庭来说 是一次巨大的蛻变 对于他个人来讲 也是一种新的人生 好多人送我们 我也根本舍不得走 哭哭啼啼的 怎么就大家都不走 为什么我们要走 这地方那么好 蓝天白云清水的 就不想走 就后来走 那么等到我们这波走之后 后来就开始 到了80年代 80年开始 陆陆续续的 王小帅 在离开贵阳25年之后 拍摄了电影青红 采访的时候 他说他庆幸自己的离开 他说如果不离开贵阳 现在的他很有可能 就是厂里的一名技工 并且绝对不会是 一名技术出色的好技工 其实还有一个群体 同样值得关注 他们至今还留在当地 玩着最后的梦想 还在希望自己的工厂 能够重新红火 当时的他们有的是想走 却走不了 被迫留下来的 有的却真是能走也不甘心走 不甘心看到自己亲手建设的工厂 就此没落的 他们的身上 无意带有这一种 更为悲壮的色彩 不满你说 无锈帮厂 等暗事故 我叫我回去 但是我不甘心啊 知道吧 就跟这个厂搞 搞的搞就搞 所以拼命搞出来 搞出来本来想 重新再还原辉煌 但是 还是没有逃脱 1971年 刘光武从无锡 调往四川支援三线建设 回程风潮来的时候 刘光武完全有机会回到无锡 但是他没有回去 他觉得 他花了十年心血的这个工厂 还有希望 我已经对这个厂花了心血 但是这个厂状况 也不像现在这么长 我感觉到还有希望 这个厂还搞得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 绝大多数的三线厂 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陌落 刘光武作为当时一家三线工厂的负责人 他努力挽救着这家工厂的命运 如果当时的三线工厂 都像现在西部大开发一样 建造城镇 基础配套车是比较好 这些人员 集体性可能还更高一些 你比如很明显的例子 你像德阳 二纵 第二纵一场 东风电一场 他是建在城市 但是他 现在发展仍然很好 他如果在山那边 他也完了 所以我们奔出来拼命搞三千 搞这个新度 像这些靠 小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如果说刘光武的回忆里充满遗憾 那么尼同郑的记忆中则充满着不得不的无奈 尽管当年很想回到城市 但他最终仍旧处在了一个不得不留在当地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政策也有点松动 那么很多人比如大龄女青年未婚的 他也可以直接调回上海 那么反正双子公 就是夫妻两个都是上海人的 那么就没有其他渠道 只能走这条路 尼同郑所说的只能走这条路 指的是高考 他为了了却自己的心愿 更为了子女回城 在通过高考回城这条路上 他付出了不少艰辛 考回家乡 考到上海大学 那么作为我们这些家长 对子女寄托的一种期望 得把自己晚年的命运就寄托在他们身上 那么就逼孩子读书 像我的儿子 当时他是学英语 那时候等于是规定 每天看电视不能超过几分钟 我们自己也宁口不看 我们电视很迟采买 这个因为觉得这是一个马拉松 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 那么只能说很对不住孩子 那时候一步满意就要打 是吧 平时责骂那是常有的事 一片课文背不出来 反复背 还拿录音机录下来 叫他自己听错在哪里 有时候晚上整到十一二点钟 很疲劳 但是没办法 不要咬牙坚持 为了保险一点 能够让他就是万无一失的能靠进上海 到他高二以后 就到上海去再读一年高二 然后在上海再读高三 最后靠进上海的大学 那么他靠进上海以后 我们的户口就能够回上海 后来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 回上海 在我的同事中间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忍不住想知道 像倪同正这样的老人 他是否在内心后悔过 曾经耽搁了几十年的时光呢 比如我一个同学 他就这样对我说 人家问他 你到三县去了那么多年 两手空空回上海 你是不是觉得后悔 他就觉得 他说我不后悔 尽管我在经济上 没有得到什么 但是我有了一段 很丰富的人生经历 他说你们在上海 从进场那一天 到你退休那一天 你恐怕天天就是重复 这一种生活 那么我们的经历 就比你丰富得多 比如我们每年探亲 挤火车 来回帮大家带东西 火车站里边那种挤 然后在建厂的过程中 也体会到一种创业的快乐 碰到的难题很多 那么你战胜它了 你就会产生一种 这种自豪感了 大家觉得当时的这种付出 是完成了我们 作为一代人的一种死命 它还是有价值的 2009年 王小帅再一次回到了 他曾经生活过的工厂 看到一些通年时代的朋友和伙伴 他们已经变了成熟的工人 关于这一点 王小帅的感触很深 主要做采访或者拍电影 跟大家聊 有时候想想挺那个 就是一出东西说起来 一辈子 后面还有一辈子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 已经没有能力在 只能希望这个地方工厂好一点 我们生活条件都好一点 其他的没有人会奢望 这孩子能够考 第三代能够考上大学 通过第三代 通过你们努力考上大学 从此你们就自己去飞 我们一辈子就在这里 从全球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来看 有一个普遍的规律 那就是围绕城市开展工业 可以减少农村人口 加快工业化进程 而中国的三线建设的过程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 却不得不反其道而行之 离开城市进入农村 所以说三线工厂的命运衰落 也只是时间早晚的一个问题 今天作为上世纪 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人群 知道三线厂 三线人这些名词的 已经不多了 而作为从三线厂 去往四方的第二代 第三代三线后人 却经这段生活 保留着极其深刻的印象 毕竟一个人 如果曾经在那样的一个地方 生活过 既不是城市 也不是农村 不是故乡 却盛似故乡 他们又该带着何种情绪 何种感慨 来回望自己的来出呢 三线建设注定会成为 一个历史事件 离我们渐行眷远 然而它曾经给人们 心理上带来的影响 还远远不到消退的时候 明天同一时间 请各位继续收看 凤凰大视野 三线往事的最后一集 美丽哀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